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公 我非常荣幸能够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琳琅满目的画 而且是鱼公您的亲手原作 是吧 鱼公 据我所知 您在这几十年之中 在家庄界一直是我们家庄的领军人物 然后你还提出了一个叫做让家家有艺术 户户有阳光 这样一个很有人文关怀 很有温度的一个口号 并且身体力行 那当然在商业上 在装修界这个业绩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今天我们问一些跟你交流几个问题吧 您 因为我这里看到很多都是原版的画 您当时开拓这个原版艺术画的初衷 家嘛 应该有缘 家园 家园 这个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所以它要能够装得下东西 也能够消化得下东西 这才叫缘 也就是说家是一块土壤 土壤只是其中一部分 它要长得出生命 同时要能够唤醒生命力 让家人自信 勇敢 同时有报复 有理想 有思想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家 这是于公 你对家的理解 那我们很 不要说很多吧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家装嘛 我买了一套房子 把它装修好 就在市面上买一些材料 大家关注的是材料 你用的是什么大型板啊 你用的是多厚的瓷砖啊 你用的是什么不锈钢啊 我想大家更关心的是一个有型的东西 物质方面的 这些什么材料啊 家具啊等等 这是需要的 这是一个物质基础 就相当这个圆子需要有土 一样的道理 但是土 仅仅有土 庄家也不一定长得好 还得有肥料 肥料 所以我觉得家园里面要有精神的东西 要有那种氛围 要有那种比如说爱的氛围 那怎么体现出来呢 在一个家里面 是啊 所以在这里头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去思考 所以给家做装修 不仅仅是给它有一个用起来很方便的物质关系 可能还需要做些连线 比如说跟文学做连线 文学 用家长得出丝 家里面还有丝的感觉 我觉得有家园就会有丝 同时它还要有一些精神的孵化器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中唐韵子中竟获达 这个获达其实就是一种生命令 我们都知道了人一获达 一辈子好生活多多啊 天地就开阔了 开阔 人一不获达 天天都觉得不满意 天天都不开心 那当然健康等等就难有保障 家家有艺术 富有阳光 这个艺术其实就是精神方面的东西 我来说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就是